征集慈善基金会 早在成立基金会之前 就已经以团体的力量 推行慈善公益多年 后来为了扩大服务层面 2007年将原来的宗教团体转型 而成立了征集慈善基金会 希望能透过制度化运作 福利更广大的群众 达到永续慈悲祭祀的目标 三清道祖大显神威 隔空群脑流的真实案例 这年纪也没待无纪 隔空群好像很猛 吃油或什么都效果不是很好 我想说你想说这样也不是办法 然后就去避养去给医生看 挂好 然后经过医生的检查 他就跟我说结果了 他说陈小姐 你有生一年 你哪里 大约大概有零点 零点五公分 左右 他说现在目前看起来 没有兵不影响到你的生活 到四年了 你这段时间 你就继续来追踪 我头上是一年追踪一遍 买了就两年追踪一遍 这几年来就路路细细都这样 对了 有年的春头的时候 沈子老师他就跟我说 他说 啊 某某什么人 三星导宗 说你会脑部的那种流 已经把你拿起来了 他拿起来的形状是好像古董 你知道吗 我当时听到的时候 是很欢喜的 很感动的 很感恩的 你知道吗 但是我们的人 我们也是要求现实的证明了 你知道 等到我 那个 就需要门诊在最终的时候 我就去检查 去检查 医生就看报告后就跟我说 他说 陈小姐 恭喜你 你喔 平常时候 可能是有你行善 有常常你拜拜的那种 不然怎么这么奇怪 你脑流竟然没起来 所以喔 总结以后 你不用再来门诊 请问 在生活上 遇到什么状况 就要赶快来到征集道场呢 一般民众所困惑的事情 或者是说 你在别的地方没有办法 可以得到一个圆满的一个处理 那如果在这些相关的事务上 如果都没有办法 我倒认为可以来征集道场 询问相关的绳子老师 看要用什么方式来得到一个妥善的处理 三清道祖慈悲照护 年轻妈妈早产体质的真实案例 我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 我在怀第二胎的过程 那我在怀第一胎哥哥的时候 是95年怀孕 那他哥哥在96年的时候生的时候 大概提早了一个半月 所以他是早产 因为我当天晚上 就羊水就突然破了 很慌张的跑去医院 然后最后还是打催生 把哥哥生出来 对那哥哥生出来就是整个 身体状况还没有发育的很好 所以就进了保温相 那他身体擦满了一些针管 真的蛮可怜的 我们家长也很辛苦 105年的时候 我就怀妹妹第二胎的时候 那怀妹妹过程 我很担心 也会有跟哥哥一样的状况 那在初期的时候就是有出血 那出血的时候 我就是跑医院去给医生看 看是胎儿有什么状况 然后医生看的是没有状况 过日两天又出血 又再跑医院 那这陆区区大概两三次 后来医生有诊断 大概应该是因为我可能 长息肉的问题 出血 我们不晓得是息肉的出血 还是小孩子有状况出血 所以我常常都这样 一直跑医院 后来有回来到场 请老师请教师尊三清道主 那三清道主也开了平安的杯水 让我安胎 那息肉这状况就改善了 就没有再出血 我有再请教医生说 第一胎因为早产 那第二胎的状况 那医生说第一胎早产 第二胎一定会早产 只是早多少不知道 那我只知道我的预产期是 3月25号 那我还 我跟我先生就是很担心说 因为有第一胎这样的情形 那后来就来请问老师 那师尊就很明确跟我讲说 宝宝是3月9号会出生 对那我们因为 很感谢老师和三清道主的帮忙 那妹妹也算是 征集的征集宝宝 对那谢谢三清道主 龙坎真集进道场的预约挂号方式 是问世当日的前一周 预先做电话挂号 道场开放预约挂号的时间 是每周一至周五 从上午9点开始到下午5点为止 龙坎真集进道场 欢迎您一起来结园 敬祝您身体健康 和家平安 幸福圆满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